最近浙江宁波出现了一个双向奔赴的相互难位 一名男子到某银行取钱2.5万 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取款用途 该男子转为要求一次就取一元 以规避银行对取款用途的问询 结果直接把贵员委屈哭了 尽管最终事情得到妥善处理 但这个事情暴露出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的银行账户 谁来做主 银行问询客户取款用途 究竟如何定义和评判 不是一个简单的例行职责就足以解释的 因为客户的取款用途 牵涉到客户财产处置权 使用权甚至剩余索取权等的自主权限问题 2022年3月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联合印发的金融机构客户禁止调查 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 规定对个人办理单笔5万元以上 或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现金存取等业务 将会经过核实身份信息 核实资金来源及核实资金用途等三步骤 在这个事件中 该银行对5万元人民币以下的现金存取 也要求向储户核实用途 本身就不合规 其实 更值得深思的是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 可以有多种渠道和方式 全金融链条了解和掌握个人和单位的资金使用用途 不能只有要求客户口头申报用途这一种路径 而且 客户提供其资金使用用途 如何确定其在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和权利关系 这个是必须清晰离定的 如果是客户的一项可选择的权利 那么要赋予客户拒绝的自由 如果是义务 则需要合理排除自由悖逆 即履行义务 要以对合法权利的最小化干扰原则 这意味着 商业银行在履行反洗钱罚 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的义务时 能通过其他方式达到同样效果的 尽量不要干扰客户的合法权利 客户在银行的存取款 商业银行需要做的是 核实和保护其身份信息 避免冒名顶替 至于商业银行要承担 核实客户资金来源 及核实取款用途等义务 应当坚持非必要不提倡的原则 现实中这些可能更多的势走形式 因为商业银行没有能力和权限 有效核实客户的资金来源 也不可能有效跟踪到客户的取款用途 即用户提供的取款用途是否是真话 商业银行没法评判 说的直白一些 这样的询问取款用途 是不是在搞形式主义 应付上级 即便有保护客户 免受电信诈骗等功效 也不是问询客户资金用途等 就可以解答的 还需银行完善系统安全 完善24小时内可追溯的系统等 这在一些第三方支付中 你可以做到 当然 金融机构客户禁止调查 核实客户身份资源和交易记录等 确实有助于提高反洗钱等的效率 为此需要本着对客户的最少干扰原则 实施反洗钱措施 这是因为 银行客户承担的反洗钱等义务 势必以客户让路合法权益为代价 唯有采取最小干扰原则 才能有效避免 其对经济社会秩序带来的不利影响 要知道 绝大多数客户 反感银行工作人员 询问取款使用用途等 主要源于觉得 这种做法给人 已被当作坏人被盯上的无助感和屈辱感 因此 在技术处理上 能通过数字技术手段追溯的 还是要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目标 尽量不要以直接冒昧的方式 加剧客户的不适 此外 一些商业银行变本加厉的 跟踪取款5万元以下客户的资金使用用途 其实很大程度上 不单是反洗钱 更多还是存在着自己的小心思 即借助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人为抬高资金跨行流动的成本 避免存款流失 而事实上 流动性管理 是商业银行的本职工作 不在流动性管理上下利器改革 而将资金存取的转换成本 转嫁给客户 其实是一种舍本逐墨 这会降低客户的忠诚度 增加银行的运营成本 同时 作为监管部门 涉及到影响人们合法权利的行为 需要以护行人们完整产权和 隐私权为前提 能通过技术手段 和交叉印证等解决的 尽量不要直接以人们有配合的义务 来进行行政强制 在反洗钱等行为下 唯有充分尊重居民和企业的合法权利 才能获得他们的有效配合 才能真正获得有价值的信心 这样才能增强居民和企业的安全感 才能激发经济社会的内生活力 总之 金融机构对客户开展反洗钱调查 关键还是要把握一个度 这个度就是在技术和策略上 多营造合作场景 少用行政强制 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双赢 既赢得人们对反洗钱的尊重 又可避免一线人员与客户陷入冲突 背弃其初衷 给你多了吗 有点赢得人的 对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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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